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家有儿女》中,为什么张艺珊只喜欢杨子,不喜欢跟宁丹林玩呢? 电视剧《家有儿女》大家一定很熟悉,这部电视剧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儿童电视剧 主要故事是两个离异的家庭重新团聚,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电视剧一共有四部,夏雪的前二部由杨子饰演,夏雪的后二部由宁丹林饰演 杨子饰演的夏雪很受欢迎,因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她总是有一些自豪感 那个时候,她其实处于叛逆期,所以对刘梅的妈妈不是很满意 但后来两人相处久了,就产生了感情 杨子饰演的夏雪被很多人喜欢 因为这个角色,杨子名声在外 在第三、四部中,夏雪这个角色变成了宁丹林的角色 这两部,其他演员都没有变,只是换了夏雪,让观众觉得有些不自在 有人说,宁丹林因为是投资人的女儿,才被强塞进去的,但最后并没有走红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属实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扮演他们弟弟的张艺山 刘星这个角色也很受欢迎 虽然她总是和姐姐魏迪,但在我心里,她对这个妹妹很好 现在张艺山和杨子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只是和宁丹林几乎没有联系 为什么是这样? 有人猜测,是因为宁丹林性格不好,所以张艺山不喜欢跟她玩 其实这一点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杨子和张艺山不仅是初中同学,还是大学同学 两人年纪相仿,自然可以一起玩 你怎么认为? 02由于杨子的表现出众,这部戏要站起来了 小编认为女心理师这部剧超越了她的艺术价值,她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我愿意为女心理师这样的电视剧鼓掌 因为她打破了内娱电视剧制作的舒适区,无论是剧的精神内核,还是制作手段 很棒的作品,值得大家戏品 这是一部超级电影的质感,男女主的演技实力派加原音台词 表演情绪层次灵活多样化的杨子,雄性和耳蒙爆棚的熟男景百 然和酷面猛男王家 还有戏骨配角,经典国民著作,绝对品质保证 看得出来剧组和演员是用了心,前两集里体现了自杀干预的剧情 在一个人自杀之前能够有机会进行自杀干预会大幅降低自杀率 但遗憾的是现在专业的自杀干预机构并不多 希望今后每个大城市都应该建立这样的机构 贺顿杨子说成为自己,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是需要去探索的 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自己 你知道你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跟角色的困惑 可你依旧不想迷失 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去探索自我是什么 可是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归眼下的你 现在的你,依旧是婆婆的儿媳妇,丈夫的老婆,孩子的妈妈 这些都是你现在的角色 但是请你不要担心,你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面对这些了 因为你刚刚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相信你自己,你会做得很好 杨子真的太棒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哦